來我們看一下這個線上語音輸入 其實目前除了這個網站以外 還有一個是什麼 Google Google的那個文件也有這個功能 但是這個有個好處是因為它不用登錄 它不用登錄就可以用 所以你看你進到這邊之後 你可以把它開在新的分頁 就這樣就不會在OneNote的這個裡面了 你把它打開 好首先你進來之後 你看一下上面有沒有一個語氣 你可以從這邊去 因為其實我們不管是你要不要做所謂的企劃的部分 平常有沒有打字的需要 有 手機上輸入一定很慢 不管你是用手寫的還是用那個註音的 總是比較慢一點 那你這裡選好你的語氣之後 我按一下因為我這裡有麥克風有沒有 允許 你知道嗎 皮卡丘他也認得 連妖怪手錶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這樣你覺得 語音的輸入 會有點慢嗎 有一點點對不對 好 錄完 那你在錄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不行的 叫做標點符號 有看到 所以請你來這邊按一下有沒有 有一點點 按一下 這樣了解嗎 因為我本來也不知道他妖怪手錶知道 因為我在上兒童班想說隨便講一講 結果不小心他連妖怪手錶都知道 有沒有發現這樣還蠻快的 一般式的 就是說我們一般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語意的部分都還蠻OK的 除非你是專有名詞 專有名詞可能就比較不行 那因為他是一個網站 所以有個好處 今天不管是你用手機 不管用平板 有沒有都有麥克風 對不對 電腦面當然就是你要自己定外準備 可是如果你是在你的行動裝置上 是不是要很快就可以做紀錄了 這樣也是可以 當然前提就是要能夠上網 要能夠上網 所以下次如果走在路上 有人難難自語 記得不要理他 這樣你的聲音會被他露氣 因為現在走在路上 除了講電話的話 以前二十年前 可能走在路上一次講話的 我們說那個有問題有沒有 現在到處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 那Google有沒有 其實也有 所以我這邊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蠻建議各位 今天就算你的什麼 威力大人沒有學好 這個也要學會嘛 對不對 這個很實用的 好 那Google文件裡面有 它在哪裡 在所謂的工具裡面 有沒有一個語音輸入 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允許它 Google語音輸入一樣是OK的 而且它辨識度其實會比較快 這裡錯了對不對 所以記得 講一段之後 講一段之後 要修改 要把這裡按掉 不然它就一直錄下去 那標點符號在哪裡 這裡 有一個那個 在這邊 因為現在我的螢幕比較小 所以它有一個 所以它有一個 在這裡有沒有一個註音 對 所以如果你要標點符號 你把它換到中文這裡 有沒有看到標點符號在這裡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你在這裡點 但是它的好處是它的這個標點符號是全型的 剛剛那邊是半型的 有沒有注意到 那Google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你講完就怎麼樣 它就幫你記起來了 你不用按存檔 這樣了解嗎 所以下次呢 你的辦公室一定要四下無忍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自己對自己講話 有沒有 這樣會的吧 所以這兩個工具給你參考看看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好 我畫面先還給你一下 謝謝